卡里乌斯确诊欧冠决赛早受脑震荡,因为分析,罪魁又是拉莫斯具天空体育、劲爆等多家英国媒体报道,卡里乌斯近日在美国医院接受检查,结果显示他在欧冠决赛中遭遇了脑震荡,劲爆分析,是与拉莫斯的一次冲撞,造成了卡里乌斯这次脑震荡,劲爆披露。 在欧冠决赛中,一次禁区内的争抢,拉莫斯的肘部与卡里乌斯的头部有碰撞,这次碰撞几分钟之后,卡里乌斯就出现手抛球失误,导致了本泽马反抢后的进球,由于担心球员会否留下头部创伤,利物浦安排球员接受了一次检查,他所就诊的麻省总医院医生Ziphanty确诊,这位门将在欧冠决赛中遭受了脑震荡, 麻省总医院在官方网站上写道,2018年5月31日,卡里乌斯先生接受了我们一次全面的检查,在综合检查影像并结合详细身体症状,以及各项客观指标之后,我们得出结论认为,卡里乌斯先生在5月26日的比赛中遭受了脑震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